我们讲local的maximum和minimum maximum和minimum 我们有时候通称为extreme 叫极值 这是叫极值 中文叫极值 那么localmaximum和localminimum 我们叫极大值或者极小值 我们现在来确定 极大值极小值 我们要怎么样去确定和求出它的值 那我们可以看 也许是这个样子 那么什么是local的maximum和minimum 那我们可以看这个点 在它的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里 它的值是最大的 这个在一个小的范围里 它的值是最大的 那么这里也是一样 这里也是一样 这里也是一样 这当然这里还有一个 我们只说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 它是最大的 或者是最小的 这个做这种就叫local的maximum和minimum 或者叫extreme 它是最大的 比较容易 如果是innoneighborhood fx如果都小于fx0 那么我们叫fx0是local的maximum 和minimum 如果fx0 如果fx大于fx0 那我们叫fx0是local minimum 好 那这是local的maximum和minimum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去定义 或者我们怎么样去求 它的localmaximum和minimum 怎么样去确定它是一个local的maximum和minimum 那么有一种情况是比较容易的 如果它在这一点是连续可为分的 就是它differentiable 那么它我们可以看它的在maximum和minimum 那么这一点上它的slope 它的slope of tangent line 它就应该是水平的 这就是我们的非马引力 有时候我们叫非马引力 有时候叫非马定理 如果fx是differentiable 那么fx在这一点的导数是等于0的 那么fx在这一点的导数是等于0的 那这个根据我们以前的这个求 求这个increasing,decreasing 那我们就知道 它的证明 我们 它的证明很简单 fx0 如果是maximum 那么 x小于fx0的时候 那么fx的 导数应该小于 fx导数应该是大于0 而x大于x0的时候 那么fx导数是小于0 也就是说它应该是 先增加后减少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fx0的导数是等于0 而我们只需要用这个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我们就知道 因为我们在 这就所谓的介质定理 它在其中一边是大于0 一边是小 一边大于0 一边小于0 那么 它中间肯定有个0点 那么我们不断的 我们不断的把这个点 把这个x 把这个x 两边的x不断的靠近这个x0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fx这一点的 fx0这一点的导数是等于0 所以我们就有了第一种 这个选项 也就是说它的导数等于0的点 那么还有一种点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看到 在这两个点这里 它的导数可能不存在 我们看一下这个绝对值函数 绝对值函数 绝对值函数 那么它在 它在这个点上 它是导数是导数是不存在的 但是它在这一点是有极致 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选项 找极致我们就找 我们 叫做Critical Points Critical Points 那么就是fx0的导数等于0 或者是fx0导数不存在 当然我们的前提是fx0它是 Defined 或者说它是在这一点至少是我们要求它是在这一点实际上是 应该是连续 我们要求它在这一点连续 那么Critical Points 主要是一届导数等于0 或者是一届导数不存在 但是它在这一点应该是连续 这点我们要求它是连续 那么如果它的导数不存在 但是它在这一点是连续的 那我们就可以去看它是 它有可能是一个maximum和minimum 那我们就有 首先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定理 这个应该是定理1 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定理 如果f 如果x x Critical Point 应该是叫做 x0 x0这一点使得 x0这叫Critical Point x0我们是这个Critical Point 应该是叫x0 x0在x0这一点它的导数等于0或者是导数不存在 好 好 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定理 所以我们假如 我们假如 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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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考虑 里面考虑 那么如果说 x 小于x0的时候 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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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4 x0 很容易就得到 那么在小于X0的时候 它是增加大于X0的时候 它是减少 那么它自然就是一个最大值 如果X小于X0的时候 Fx的导数小于0 而X大于X0的时候 Fx的导数大于0 那么我们有这两个条件 我们就说 Fx0它是local的minimum 这个比较 根据我们眼前面increasing decreasing的定义 我们就知道 是先增加 后减少 那么这个就是maximum 那么先减少后增加 那么这是minimum 这根据我们的前面的函数的增减性 我们就是比较容易得到 我们不管它在这点有没有倒数 那这里就不用证明了 因为我们之前的增减性里面 我们已经证明过了 也就是说你先增加后减少 那么X小于X0的时候 那么它增加 所以这Fx就小于Fx0 那么后面再减少 那么Fx还是小于X0 这个可以简单的证明一下 这个可以简单的证明一下 在第一种情况下 X小于X0的时候 所以这个Fx是increasing 所以我们得到Fx小于Fx0 那么X大于X0的时候 Fx的导数小于0 所以Fx是decreasing 所以Fx还是小于Fx0 所以我们就得到Fx0 是local的maximum 这是第一个判断的方式 那我们还会有第二种判断的方式 如果Fx是第二种判断的方式 如果Fx是第二种判断的方式 它在这一点是二阶可导 而且它的一阶导数等于0 那这个判断就比较容易 如果说在这一点的二阶导数小于0 那么它在这一点的十二maximum 如果二阶导数大于0 那么Fx0是local的minimum 那这个证明也不难 我们知道Fx的二阶导数 是等于我们是 就是x去进 x0 这是一阶导数 用定义的话 那我们知道一阶导数等于0 就会变成 这是Fx的一阶导数 x-x0 那我们看x小于x 这个如果是大于0 这个如果是大于0 那么当x小于x0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个要大于0 x-x0的时候 那么我们知道 x-x0这个是小于0 那么所以我们能得到出Fx的导数 也小于0 我看 这是先是大于0的情况 如果x大于x0 那么我们得到x-x0 也是大于0 从而我们得到Fx的导数 就是大于0 也就是说 先减少后增加 所以Fx0是local的minimum 那我们则证明了第二个 则证明了第二个 其实从图形上看 是比较容易的 你看我们可以看 二阶导数 二阶导数小于0 是concave down 它本身在这一点的导数 一阶导数等于0 而二阶导数 二阶导数小于0的话 就是concave down concave down 又是 在导数本身又是 又是 等于0 所以它的指令是maximum 而 二阶导数大于0 而它本身的一阶导数等于0 它是concave up 所以它是绩效值 好 那我们来看立体 嗯 我们来看立体 我们可以用 两种方法来 用两种方法来判断它是极大值还是极小值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Find The Local Maximum And Minimum Of Fx 那例如说等于1加上8x减去3x平方 有些时候我们用第二种方式比较方便 有些时候我们用第一种方法比较方便 那我们看一下Fx的一阶导数 那是等于8减去6x 那么 它等于0的 地方 我们得到x等于3分之4 那这是这是一个多项式求二阶导数更快一点 它的二阶导数等于-6 它始终小于0 所以 它只有一个critical point 而且 所有的二阶导数都是小于0 所以Fx 当x等于3分之4的时候 等于1加上8乘上3分之4 减去3乘上9分之16 这个等于多少 3分之3十2 3分之16 3分之16 那么1 哦 3分之32 对3分之16 3分之16 1 那么3分之19 它是local的maximum 那么它没有local的minum 如果二阶导数比较好求 我们可以使用二阶导数的方法来求 那我们看第二种情况 我们 我们 find the local 我们来说 local extrema吧 of fx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嗯 等于2x加上3x的3分之1 我们看一下 一阶导数是等于2 加上x的负3分之2 那么fx的负3分之2 那么fx的负3分之2 它没有 fx的负3分之2 我们看fx的负3分之2 那实际上是2加上x的负3分之2 我们可以写成就是x的负3分之2 我们可以写成这是x平方 这是3次方分之1 这是等于负2 嗯 负2 嗯 这个不可能 这个不可能 因为这个始终是大于0的 那么它有一个不存在的点 这个不可能 在x等于0的时候它是不存在 因为它是在分母 在这点不存在 那么我们就没办法求二截导数 但是我们可以画个图看看 在x小于0的小于0的部分 x小于0的部分 这个是大于0 好 两个都大于0 所以 x大于0 这个也是 大于0 所以 所以没有 所以都没有 用它的一阶导数是总是大于0的 我们可以给它说为一个一个 FindLocalExtreme offx我们是2加上3x的三分之二 刚才是三分之一 那么三分之二就可能就不一样了 fx导数就等于 这是2x 就变成2加上2x的负三分之一 那么fx导数等于0的话 两边除以2就变成x的负三分之一等于负一 所以x就等于负一 两边三次方然后倒过来 x等于负一 还有fx它是does not exist 它不存在的时候我们得到x是等于0 那么就有两个critical point 两个critical point 那么在这一点它一阶导数都不存在 那么你求二阶导数就没有意义 而在x等于负一的这一点 你也可以求二阶导数 但是在这里 因为我们有一个点 它必须得靠判断左右两边 是增加还是减少 所以我们干脆就一次解决 那么在负一和零 我们在这三个点 在这三个点来 这两个点三个区间 在这三个区间去判断它的一阶导数的正负号 那我们看当x小于负一的时候 x小于负一 那么x的负三分之一 x的负三分之一就是根号 三次根号x分之一 那么它小于负一的话 那么它就去根号就大于 去根号就大于负一了 所以这个在这一点上 它是正的 在小于这个 是正的 例如说 如果说你直接看 看不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 例如说 0x等于三分之一 那么负八 好不好 x等于负八的话 x的负三分之一 就等于负二分之一 x三分之一 就等于负二分之一 那么2加上2x的负三分之一 那么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 2-2乘上二分之一 等于1 这是大于0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验算 所以这个是大于0的 那么从负一到0 你可以取个八分之一来看看 取个负八分之一 负八分之一 负八分之一 那么这就变成二分之一 变成二 负二了 所以这个是小于0 那这个是增加 这是减少 那么大于0以后 大于0以后 我们发现 这个是大于0的 大于0 那么都是大于0 这是增加 所以我们就得到 f-1等于2加上3乘上 x的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负一的三次方是 负一的二次方是1 再开三次根号 还是1 所以就变成了2加3等于5 是local的max 这一点是max 我们先增加后减少 这是min 那么f0等于2 这是local的minimum 这就是我们找local的maximum和minimum的方式 我们可以用一阶导数 也可以用二阶导数 如果是二阶可导 我们有时候用二阶导数比较方便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都用二阶导数比较方便 如果二阶导数比较好求 那我们用二阶导数 如果二阶导数不好求 我们就用一阶导数去通过它的增结 它的increasing decrease的方法来判断 好了,这是我们求local的maximum和minimum的基本的方法 两种方法我们都可以用 至于用哪种 我们在具体的题目里面 我们看用哪个比较方便 比较快 我们就用哪种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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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